新闻头条先来关心军事审判法 今天在立法院临时会三读通过 各界瞩目的红仲秋案将会交由普通法院来审理 而现役军人犯刑责案件回归一般的司法体系 这是解研之后军事审判法最大的变革 军事审判法第一条第34条及第237条条文修正通过 军事审判法火速三读通过 针对现役军人犯法包括领虐杀人窃盗性侵等罪行 未来必须交由普通司法机关处理 将来就算是现役军人在成平时期 仍然受普通法院的审判不再受军事审判 然后这是照明朗的版本的基本架构 修法后审判中与侦查中案件改由普通司法机关接手 所有案件移转在五个月内完成 包括红仲秋的案子交由普通法院审理 红案的立即生效 那其他的就是红案的对红家有交代 其他的对全民有交代 转过去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一阶段到位两阶段这个实施 军方对修法结果表示尊重 而国民党立委陈正香 担心配套不足 造成军队疏语训练 恐怕危及国安 如果说忽略了国防安全 我认为这是我们最大的损失 不能够因为一个红案的个案 抹杀否决否定了国军一切的贡献 在外界要求声中 军事成犯发火速修法 接下来司法机关得拿出相应的配套措施 新唐里的电视陈定交台湾台北报道